欢迎县议员张美惠13日 在议会宪政总咨询中 出示陷阱局交通队脱掉车约聘人员 戴着警帽 穿着自视警用背心 手持相机在进行违规取缔的照片 认为约聘人员已经违法 有关于在执法过程的违法 脱掉人员来执法 就是来拍照 来露营 那这个是警察应该做的事情 脱掉人员要做的是 去让车子上架或上辅助轮 或者在地面上留电话 让车主可以去领车的一个依据 但是当天是由 这个没有警察身份的脱掉人员 他穿着警察的背心 戴着有警徽的警帽去执法 那这样子其实就是违反的刑法 159条 158条 那在违法情况之下 所开出的罚单 所做的这个执法行为 那我认为其实就是很明显的 执法犯法 陷阱局长站上报告台 解释该员为广义公务人员 并无不法 但为了避免民众误会 已经改以穿着 无警察字样的反光背心执行 面对陷阱局长的解释 张美慧还是认为约聘人员 621万元执行的脱掉的罚金 还有保管费的罚金 多少是因为违法的一个开罚 这样的一个处分 对民众的权益是受损是受害的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在今天的议会总职群 要求警察局要去调查 要去厘清 所有的 他们在过程当中都会有录影 可以从录影来去厘清 哪些是脱掉人员去执法的 那这个执法这样的一个罚单 是失效 是违法的 民众可以提出行政数学 那如果民众根本不知道 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接到的罚单呢 那处分机关就应该要主动的撤销 这样的一个裁法 议员黄欣则在提出宪政总质询前 在议会外接受光华村民的陈行 并由县府秘书长饶中 接下诚信书 面对业者在光华及甘城村 新建垃圾转运站 黄欣认为业者有规避还凭法令一律 所以要求县府检数订定自治条例 以避免未来衍生争议 政府合了两场在吉安市 我们乡亲没有办法承受的重 建造已经合给了两张 为什么两张呢 我是搞不大懂 对对 那老百姓怎么办呢 那整条街市变成垃圾街市吗 随度可以申请 你依法申请 然后你依法准 那怎么办呢 是他的政策的部分 现在在订定相关的审查办法 也不会造成 县政府这样的困扰 此外黄欣相当关心 花莲吉安铁路高价化议题 也曾召开专案会议 邀及相关单位进行讨论 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 吉安铁跟华联市建国路的370项的建制 本来是在东边的会拆除到很多的民房 而且道路也会不见 所以拆除之后 可能老百姓真的要爬墙 可能没有道路可以走的时候 所以后来建议它换到西边 西边有都市计划是公园绿地的 那整个征收的会降低许多的困难的程度 而且预算之后可以少掉一两亿 我们永兴的平交道的部分也是一样 本来要在建设在西边 那西边东边铁路局就是这样换来换去 那是不是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 征收的目的跟效果 就是我们这次做专案的一个探讨 那后来铁路局也能够同意换到东边 那东边是跟我们公路的部分会并行 那这个公路局的部分 他们会去协调 然后承报给中央 因此黄欣在会中表达民众心声 同时认为高价电气化应一并进行 这样才能符合民众的期待 解决长期困扰花莲的交通问题